台塑化表示第四季是柴油消费的旺季 但是公司到底能不能够再创获利高峰 就要看未来两个月的市场需求 到底能不能够维持持续成长了 反而看好台塑化今年下半年的获利动能维持强劲 因此预估只要台塑化第三季的EPS能够守住八毛钱 那么全年EPS应该有机会挑战两块五